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内部陷入了多元种族政党vs单元种族政党的这个迷失 其实这是一个伪议题来的 马华和行动党在这个议题上面 打了那么多年口水战 其实你到最后你只是会造成本身的党员 思想混乱 信心动摇 不但开脱不了票源 而且到最后你是流失票源的 所以90年代以前你看回马华强盛期的时候 90年代以前 马华在各类的文宣里面 明正言顺强调自己就是代表华人的单一种族政党 明正言顺的 后来在某个时期就莫名其妙的 陷入了这种单元种族政党vs多元种族政党的这种论证之中 如果你给老一辈的马华党员看到的话 他们会觉得莫名其妙的 他们甚至会觉得现在年轻一辈的人都不看党章的都没有党性的 其实你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 单元种族政党并不是罪过 你不走多元种族路线才是罪过 我们去看行动党 我们去看民政 他们根本也不会纠结这种东西 他们自称自己是多元种族政党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马来人那边 他们巫统土团党 他们根本也不会纠结还是争论这种议题的 只有马华自己人会纠结这种问题 你看回陈正路的论述 他一开始就已经开宗明义的讲了 马华必须要走多元种族路线 只是组织策略上是以单元种族为基础 这是因为历史形式的需求 而且我们必须要提升单元族群的这种素质 来成就国家的多元一体 当上一开始的创党 终止目标 里面没有一条是要马华走单元种族路线 而且是要走种族主义的这种政策 所以李三春时代马华就开始强调了 五大计划 五大计划就是最具体的陈正路精神的体现来的 而且他强调必须要走群众路线 他的五大计划就是非常具体 可以说服华社 当时你不需要争论你是单元种族政党还是多元种族政党 你有这种具体的计划就证明你已经在走的多元种族路线了 所有计划都是服务全民的 我们没有理论任何种族背景 所以当时这套论述一出去是可以开拓这个票源的 也有学者也有提到 行动党高层其实是很清楚的 行动党最主要的华人票源 并不是因为该党是强调它是多元种族政党 也不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是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 你讲这些东西是拿不到票的 真正能够拿票的呢 就是他们攻击马华所做不到的事情 马华你写在党章上面的 要捍卫华人的权益来成就国家的多元体 你讲的这些东西啊 你根本做不到 还有加上巫统的种种族霸权还有不公平的政策 就成为了他们的天然的这种票场来的 简单的来讲就是马华做不到党章所要求的这种目标 华社就要行动党来取代马华来做这些事情 这个才是行动党真正的票源来的 你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如果你否决马华作为单元种族政党的这种资格的话 你其实有两点你就可以反驳好了 第一你这是违反劫社自由的这种权利 你也否决了国内其他的华团组织存在的这种法律依据 如果你硬是要符合所谓的多元种族组织 才是政治正确的这种硬性规定的话 你就会违反了这个自由结社的这种权利 第二你在看另外一个所谓的多元种族政党 民政党的这种情况 你就知道了 这个党一开始他就已经强调 他是以华人为主的一个多元种族政党 但是他现在可以拿到华人票吗 所以你要争变一个政党是否是单元种族政党或者是多元种族政党 根本就是一个伪议题来的 一个政党他能不能够执行多元种族路线的政策 能不能够拿到选票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这个问题 华人要的其实并不是要危机感 而是要有安定感 以三村时代提出的五大计划 给的就是解决华人在政党文教各个方面的 这种最具体的一个政策路线来的 最具体的这个计划来的 你只有带给华人安定感 你才可以拿到中间选民的票 如果你一直在打这种危机感 危机牌 说要担心种族不和谐 可能五一三入会爆发什么之类的 这种危机牌论述 其实是适得其反的 你还有加上这种负面公计 其实那个是在野党拿票的方式来的 作为执政党的马华 不是靠这个拿票的 执政党你只有靠正面的论述 你才可以拿到中间选民的票 而不是这种票不是骂回来的 你只有靠正面的建设论述 你才可以争取回来的 历史已经证明了 马华在历届的选举之中 每一次取得大胜的那几届大选 靠的都是正面论述 而且是以正面战场为规划的 拿到的大部分都是华人中间选民的选票 你才可以达到大胜的效果 你打危机牌还有负面公计 你是丢失选票的